大家好,我是大刘 气温越来越低 最适合来一碗酸辣爽口的酸辣汤 暖心又暖胃 喝了还不长肉 首先准备半块扔豆腐 切成小四半块 西红柿两个去皮 同样切成丁备用 香菇两个切片 泡泡好的木耳卷起来切成丝 鸡蛋骨一小把 吃散洗净 火腿切成丝增加香味 碗里加食盐 一勺胡椒粉 三勺生抽 三勺香醋 搅匀化开备用 锅里水烧开 倒入香菇木耳焯水 菌的食材一般都含有炒酸 焯水再吃更健康 然后捞起备用 热锅放油 倒入西红柿丁 中火炒出西红柿汁 倒入适量的清水 煮开后下入豆腐块 用勺子推散 煮两分钟左右 煮出西红柿和豆腐的鲜香 再下入火腿丝 香菇木耳金针菇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煮入味后 少量多次倒入淀粉水 直到汤汁变得送滑 转小火 乘细线 钻圈淋入鸡蛋液 最后撒上香菜 葱花 即可起锅 这样一道酸辣香香的酸辣汤 就做好了 低脂肪又营养 喝完浑身暖和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供到家常菜 及关注水手做美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